我們敬禮傳承主師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殺家正空上師 敬禮十六四大爆化王卡瑪巴 敬禮圖登大吉上師 敬禮譚成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蓮花童子 師母 丹真咳嗽 徒登師弟 徒登可馬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法務上的同門 大家晚安 大家好 anyways 完成! 雅比 噗哩噗哩 空梦了 今天我們是修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的方 蓮花童子也介紹過很多遍 大家也知道 她本身是阿彌陀佛的變化身 阿彌陀如來的變化身 這幾天天氣可能越來越熱 明天聽說更熱是吧 那早上看到太陽 就覺得太陽在說話 太陽說什麼 說你們要幾分熟 西雅圖還是很好的 算起來西雅圖還不錯 真的有很多地方是熱的 熱的是非常熱 那個下雨 又是暴雨 又是打雷 熱的很熱 冷的時候很冷 那 這個沙坡世界 不知道能不能住 還是大家到西方這個世界最好 那個不用冷氣 也不用熱 它是自然而然的 它就保持著那一種 讓你覺得最舒服的這個溫度 所以這個淨土好的地方就是這樣 它沒有灰塵 沒有灰塵 你就不用洗衣機 不用洗衣服 你也不用洗澡 因為沒有灰塵嘛 也不骯髒 所以也不是親近 因為本來就是親近的 為什麼還要特別講親近呢 沒有親近 也沒有不親近 本來就這樣 所謂沒有所謂冷 也沒有所謂熱 這就是不二法門 你沒有感覺到冷啊 你也沒有感覺到熱啊 你要什麼有什麼 那就是隨心守欲啊 在西方極樂世界 你只要眼睛跟眼睛對看一眼 它就有孩子了 就有一種那個微妙的 很微妙的 那種感覺產生出來 就讓你覺得很快樂 吃的呢 很簡單 你要什麼 它就出現什麼 穿的呢 穿的呢 你喜歡什麼 那個七寶形樹 所產生出來的 七寶形樹 它一長出來的就是天衣 也不用洗 也不用洗 而且很光亮的 你身上自然產生光 還有產生香味 那個花都不會凋謝的 那個花都不會凋謝的 沒有凋謝的花 住的全部都是七寶 好 你想到哪裡去 念頭一想 你就在那裡出現 所以它能夠 換食精心 就可以游利十方的淨土 才一頓飯的時間 你就可以游利十方的淨土 那個才叫隨心手遇 所以在極樂世界 什麼叫做極樂 就是它本身是沒有苦 沒有苦這個字 極樂世界也勝過諸天 我們所謂的玉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天 都超越了這三個天 因為天氣熱 所有就有這種感想 太陽問你 今天要幾分熟 明天會更熱 明天會更熱 其實在人間也是不太自由 我本來想穿油衣裙 有些同門跟我講 不太雅 有人講 師尊六十歲 他有落上身 七十歲 也落了上身 八十歲 你為什麼還沒有錄 其實最近天氣不錯 這不能講 這個要看 在沙伯世界 就是要看心情 有那個心情 好 我們進入這個 你問我答 請師尊 不要念出 國家的名字 也不要念出 我的法號 我真的 我真的 看不出是哪個國 那頂禮師尊 師尊 是我迷惘 人生中的燈塔 能遇見師尊 真是天大的福報 一直想請問師尊 在師尊傳過的法裡 以下有哪些法事 還沒有相應 適家行和 上師相應法 也可以修的 那時候 例如 觀音深探成必摘法 馬上有錢法 牽手牽眼觀世音菩薩的 結謀法 滿燕童子法 七眼佛母 開天眼必密法 請師尊 請師尊 糾正我 何在幾幾個話 能聽到師尊的 精實良言 弟子終身難忘 求師尊 慈悲開示 感恩師尊 以下參考的資料 滿燕童子念誦法 這次地必須要清觀 德觀 是師尊清觀 本尊是滿燕童子 白杜母天眼通必密法 這次地是初觀的外法 德觀 也要師尊清觀 本尊是白杜母 七眼佛母 他這個是資料 他一次講說 釋迦行如果相應 或者喪失相應 還沒有相應 可以不可以修 觀音聲譚成必摘法 馬上有錢法 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的結摩法 滿燕童子法 七眼 七眼佛母開天眼 避密法 避密法 這個其實我們密教本身來講 先修師家行 先修師家行 剛歸一的時候 先修家行法 然後呢 再修上師相應法 再修上師相應法 接著修本尊法 本尊法完了以後 再進入內法 內法呢就是 通中邁 開悟無倫 這個屬於氣法方面 氣邁明典法 屬於內法 內法有成就了 就可以修無上密 修無上密 無上密有成就了 自然它就會產生金剛法 會產生金剛法 所以一般來講 程序是 世家行 上師本尊相應法 內法 無上密 大部分來講是 講這四個次第 其實你世家行 先修滿 你就可以修上師相應法 一般來講 世家行 只要有相應的現象 上師本尊都很容易相應 所謂一法相應 法法就相應 這個相應 有的時候 你會有結瘦 一種結瘦產生出來 比如說 你在做當禮拜的時候 會感覺到 法瘤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這也是相應的現象 好像你想念本尊 你本尊修什麼本尊 然後你意念本尊 那個本尊就 就出現在你面前 那法瘤也會很快的 不滿你的前身 那你修氣的話 你會感覺到氣在動 前身的氣在動 那是氣動 那麼你氣可以依照你的意念 去引導你的氣到你的前身 各個部位 各個部位 像明天要做那個 蓮華城大師的 宏觀化身 那就是講 他本身的 通身是眼 前身都是眼 前身的毛細孔都會放光 你中脈通了 你就可以看到光的 都有真相的 那其實也不要求太快 修復法 我們本身來講 像觀音生壇成必摘法 你可以在修佳行的時候 觀想你的復法 在你的思中 像我們本尊法 我們在修 每一天在這個 每一次在這個西雷 所做的這個八大本尊法的時候 你都有披甲附身 披甲附身就是修復法 當你練完 金剛所菩薩的咒語的時候 印 眉心 喉心 左肩右肩 再回到這裡的時候 再放開 再上開手印 你就可以觀想 金剛所菩薩在你前面 在你後面 在你左面 在你的右面 在你的左面 就四個金剛所菩薩 都守附著你 那個叫做披甲附身 那個叫做披甲附身 你可以觀想你的護法 一樣念咒 念咒 請那護法 觀想你的護法在你前後左右 另外還有這個四種結界 四種結界 上面是金剛網 下面是金剛地基 周身是金剛牆 再來牆上有金剛火焰 那就是四重結界 也是一種守護你 修行 所以修行要守護 是從結界 你一定要學到的 所以在我們一談修法當中 就已經有修這個 好像守護 守護的法 也有本尊的法 八大本尊已經在修了 那你平時呢 你就記得 你一定要修 把佳行 四種佳行 修滿 當然它都有意義的 都有它的意義在裡面 像大禮拜 就有它的意義在裡面 大禮拜也是在修一心 讓你的心集中在大禮拜上面 然後再做禮拜 增加你的福分 同時你做大禮拜 也是在做七脈明典 那不是一種法而已 做大供養 供養 這個諸佛菩薩 金剛 腹法 空行 諸天 供養所有的一切 始法界 那是一種供養 增加你自己本身的福分 你的福德 都會增加的 大禮拜 大供養 四歸一 堅固你的道心 有些堅固四歸一 Namo Guru Pai Namo Buddha Namo Dhamma Yaya Namo Sankaya 那個要念奏 念到你的道心 非常的堅固 就是道心堅固 然後發菩提心 你必須要花心 將來去幫助人 救度眾生 這發菩提心 家行是 這個一般我們 都是要做的 可是這裡有 滿宴童子念誦法 必須要親自灌頂 然後白杜姆 這個也要親自灌頂 天眼通閉密法 這個也要親自灌頂 另外當然也有例外 在密教裡面有很多事情 好像你住在 你住在哪裡 你住在新疆 外興安寧 你住在外蒙古 或者住在哪裡 那裡沒有 中國中的上師 如果沒有上師的地方 你可以自授灌頂 自授灌頂 自授灌頂 自己 自己在坦誠面前 你很謙心的齊請 做種種的供養 祈求你的本尊來給你灌頂 祈求跟本上師給你灌頂 所以師尊法生多得很 你就是這樣住在哈薩克 我都可以到哈薩克 你住在非洲 像你住在非洲 象牙海岸 尼日 這個南非聯邦 以前都有唐的 非洲也有 也有唐在那裡 也有地址在那裡 你在博多利古 博多利古也有地址 南非洲 阿金廷 或者是密盧 都有地址 也都 我也都在那裡 那你在說馬來西亞 那更多了 不用講 你就是在歐洲 在英國 像師頭他說 他只要 一想念 這師尊就來了 是不是這樣 是啊 那個馬來西亞 那個一清 是不是這樣 是啊 只要一想念 師尊就到了 一念頭就有法流 那就是灌頂耶 那一法流進來就是灌頂 新加坡也有很多地址 都有這種 都有這種接受 甚至於那個 他講說 連洗澡都在 對啊 24小時都在啊 那只要一個念頭 一心 專一的念頭 觀想你的本身 本身就到 哪裡有分別 沒有分開過 所以你如果你真正有 所以講那個到西方極的世界 它特別重點就四個字 一心不亂 你一心不亂的念佛 你就能夠到西方淨土 怕的是你不是一心 怕的就是你不能一心 像我在修法 我就是一心在修法 寫作也是一心在寫作 在日上面 在日體上面 也是在訓練一心 釋迦行都是在修練一心的 你真正得到一心不亂 那法流就絕對是降在你身上 所以你這個相應 你可以講 你一心不亂的時候 就已經法流進到你身體 你自然 你就等於是出雞的相應了 你就可以修其他的法 我這樣子講 是 不能念出他國家的名字 不能念出他的這個法號 跟你這樣子講 你只要一心不亂 你就有相應的現象 有了相應的現象 你就可以修觀音聲 神壇臣必哉法 馬上有錢法 千所千元觀世音菩薩 結謀法 甚至於你已經有相應了 你祈求滿宴童子 給你加持 你不能到西雅圖來 簽證不通過或怎麼樣子 你自受觀點 只因為有法流進到你身體來 你親見了蓮花圖 滿宴童子 那你就可以修滿宴童子法了 你親自看到了 這個百度母 你就可以修百度母法 他們都親自都到了 就等於是相應了嘛 好 這樣子跟這位同門講 有時候觀點啊 是很秘密的觀點 像蓮花生大事 我這個時代 當然蓮花生大事 他早就回到銅色山 他的淨土去了 但是他也是拼滿 整個西空的 你祈求蓮花生大事 他馬上就會到 你祈求蓮花生大事 而且他給我的 兩種很特殊的灌點 我寫在書 書上面的 可是那時候我還年輕耶 那時候我年輕的時候 蓮花生大事就給我灌點了 他甚至已把他的這個服藏 放在我的腦海裡面 我可以知道他 放在我腦海裡面的服藏 是什麼東西 我可以知道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屬於秘密 應該講起來 不是有形有相 無形無相 像我修行到現在 我覺得我好像是 世界各國我都去過 甚至諸天我都去過 所有實法界我都去過 對呀 所以跟弟子之間呢 並沒有離開過 這是事實啊 你們有感應到師尊從來沒有離開過的 有感應的人擠手一下 有感應到嗎 那你站起來一下 你把你的心得講出來給大家聽 弟子 弟子們師尊修度入夢 第一次是把筆插到腦海中 弟子是腦膜炎灰症很嚴重 把筆插到腦海中慢慢改變 修法修行持續 然後呢 弟子修大禮拜法 保兵器法 腰痛 因為腰痛 師尊入夢很多次很多次了 有一次在夢中呢 我看到師尊 我說師尊 可以給我加持嗎 隔著一個兵班球桌的 一邊跟一邊 師尊說好啊 手一伸就超過這個兵班球桌 就伸到我的腦海 那我就想 這樣我可以進入光明海中嗎 那我就進入了光明海中 然後呢就我說要化 我要融入光明中我就沒有了 那我直接一片光明 然後呢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 我說師尊還在 還在加持嗎 有了這個信念 馬上就 出定 就醒了 我說啊我為什麼要醒 為什麼要出定我 住在光明海中不就更好嗎 真的是 師尊很多次在入夢中了 他在我父親母親的夢中 都顯示出來 弟子每天修保兵器五分鐘 跟師尊合一 關閃 跟師尊合一 才能夠做下去 弟子困難的時候 一定要想到師尊 特別大的價值力 弟子每天 做大禮拜 閉氣一口氣 做十個大禮拜 是傳平是 真的是很有很大的絕受的 這個氣脈通傳深的 保兵器也是通傳深 一般的感冒 一般的咳嗽 基本上都不用看醫生 我都是自己自己的 所以因為我的腰痛幾十年了 開始的時候 很多我用很多的東西 儀器來 處理 不行 只有說大禮拜 保兵器 開始就所有的疾病 都基本上不用看醫生的 看醫生只拿病假 但休息而已 阿彌陀佛非常感恩師尊 一直以來的家庭 每天的生家庭 很感恩 你幾歲啊 幾歲 你幾歲 弟子孰雞 今年六十六歲 還在上班 阿彌陀佛 好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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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真的感應的人很多的 有些人他沒有講 這是我知道 他都有接受的 有些人不一定要講 但是師尊一看就知道 對 有些其實 其實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們人跟人見面 都不是初相見 不是剛剛開始見面 我才認識你 不是 人跟人見面 都是久別從紅 有緣才會在一起 有緣才會在一起 因為有緣 過氣勢的緣 幾多少千年萬年 甚至一百年 那麼久 後來見面 就覺得很熟悉 很熟悉 都是久別從紅 所以人生啊 便不是說 喔 你是出來 就是陌生 不是 都是久別從紅 所以都是 很多事的 見面 有緣 都是過去世 有緣的人 講笑話吧 老婆說了 老公啊 如果有一天 你失去了我 你會有什麼 節奏 老公講 唉 就像炒菜 沒有鹽 老婆很開心地講 你的意思是說 失去了我 你的生活就會 索然無味 沒有味道 老公說 你講的也是對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必須要趕快去買一包鹽 這個算是笑話嘛 以前的台灣要賺錢 早期的台灣要賺錢 慢兵也可以賺錢 做醫生也當然要賺更多的錢 最差的 就是 聽得懂嗎 人家的台灣話 你們去問別人好了 你們去問別人好了 要賺 這個 這個我們 小時候聽到的就 探賈雜母 這個都是可以賺錢的 現在的台灣要賺錢啊 要靠房地產 要靠房地產 科技進步了 要靠AI 然後呢 最差的 就靠詐騙 台灣出產什麼 我告訴你喔 台灣出產 為什麼那麼倒楣啊 詐騙集團 是從台灣先開始的 然後弄的全世界都是詐騙集團 這真是 老婆問老公 老公啊 今天 花薪水跟獎金了沒有 老公講 沒有啊 老婆講 還不趕快把腳底場的錢給我掏出來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老公問 你怎麼會知道的 老公講 跟你結婚這麼久了 你的個子多高我會不知道 對啊 蠻好玩的 對不對 講天氣 就像你人一樣 善變啊 天氣 天氣 要像你人一樣 他善變 天氣 一棒 就像男人一樣 不太可靠 好 我們講 《唯莫結經》 今天講到 《佛殺菩薩》 《佛殺菩薩》 《佛殺菩薩》也 善跟不善 是二 若不起善不善 入無相際而通達者 視為入不二法門 我們知道嗎 善跟不善 當然是兩樣 如果依照我們凡夫的觀念 這個人在做善事 這個人做不善的事 是兩樣 通達善跟不善 進入無相的時候 是一 不是二 這個要解釋很難 但是師尊還是可以解釋 我們知道的這個 聖經裡面 當初上帝 依照自己的形象 去造人 先造出一個亞當 再從身上的一個骨拿出來 再把它畫成一個女人 就是夏娃 亞當跟夏娃 亞當跟夏娃 就是上帝先造的 是亞當 是男人 然後再造一個女人 就是夏娃 就是夏娃 亞當跟夏娃 他們在天界的一個樂園 叫做伊甸園 伊甸園 在天界生活 那時候他們腦海裡面 沒有什麼叫善跟不善 沒有 善跟不善一樣 那在天堂 伊甸園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穿衣服的 男的他們也沒有穿衣服 亞當也沒有穿衣服 夏娃他本身也沒有穿衣服 那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 善根本沒有這個觀念 在樂園 在伊甸園的樂園裡面 哪裡有什麼善跟不善 沒有 你說在西方极的世界也是一樣 什麼是善 什麼是不善 沒有啊 哪有什麼善跟不善 大家都很快樂 而且深燙的時候花光了 那時候亞當跟夏娃在天上 是沒有善跟不善 在伊甸園沒有善跟不善 那後來就是魔鬼 他們叫做撒旦 畫成一條蛇 你們讀過聖經的就知道 那個蛇就告訴亞當跟夏娃 你們可以吃一種水果 那個時候水果叫無花果吧 是那個水果叫什麼 讀過聖經的 是無花果嗎 又叫智慧果 那個水果吃下去以後 他就有開始有智慧了 就覺得自己裸體啊 不好看 裸體不好看 趕快拿一片樹葉 來貼在自己的胸部 胸部跟這個底下的地方 就貼三片樹葉 這邊兩片 底下一片 你生啦 你說 什麼是善 什麼是不善 哪有什麼善跟不善呢 你說在西方極樂世界 什麼是善 什麼是不善 沒有這個東西啊 當初上帝創造亞當夏娃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叫做善跟不善 善跟不善是人自己去分別出來的 這樣聽得懂嗎 是人自己去分別的 現在你有穿衣服就算善 你裸體在外面崩漲 啊 不行 什麼 為什麼不行 像讀書生來講 但是不能不穿啊 你看現在有裸體銀 這個有裸體銀 在蛤娃魚就有 在貓魚 貓魚就有 貓魚我記得它有畫出來一個地方 叫那是裸體銀的地方 其實在蛤娃魚 在每一個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裸體銀 裸體銀就是全身脫光了 我上回講過一個笑話 一個裸體銀請一個教授 來演講 有名的教授來演講 那個教授就心裡想 哎 入境水屬 他們是裸體銀請我 穿衣服 請我去演講 去裸體銀演講 那他們當然是裸體啊 那我穿衣服去 不太好 要跟他們入境水屬 就跟他們不穿衣服吧 想不到裸體銀的人 因為請來這個教授 很有名的教授 他們每一個人都穿禮服 男的穿那個 男的穿的西裝筆挺 你的穿禮服 來聽他演講 一拉開 只有他一個人沒穿 你覺得很尷尬對不對 當初應該要講好 所以我到底穿跟不穿 應該要講好 你說在裸體銀裡面 什麼是善 什麼是不善 我可以這樣子講 你知道殺生是不善 五界裡面殺生是不善 聽清楚了 但是你保家衛國 當軍人 在戰爭之中 你是善還是不善 就沒話可想的講 他根本就因言果報 殺生 你殺人 殺一個人 你現在你去殺一個人 你就是殺人犯 要判刑判很久了 但是你為了保家衛國 你為了國家出去戰爭 死了還進入忠烈池 那就變成善了 善跟不善怎麼分 都是因言果報 拖到 你說拖到 拖到當然是不善啦 這個跟你講拖到是不善 你知道那個 中國大陸的航天啊 前邪生嗎 陳邪生知道嗎 前邪生他是過去清朝 撤會邪堂的邪生 滿清政府時代 撤會邪堂的一個邪生 叫做撤會邪堂 撤會邪堂 後來到了台灣 就變成測量學校 我是測量學校 大地測量系畢業的 前邪生就是我的邪長 那前邪生也是從美國拖了 美國的航天激素 回到中國大陸發展成為寒天人 這個拖到好不好 什麼是不善 被拖的不善 拖回去的身為善 你看第二條戒例 殺生拖到 好 再來講邪淫 邪淫是善還是不善 大家都知道邪淫不可以 那是不善 你不知道啊 這西藏人的來源是怎麼樣子 是普陀洛加山的神侯 在西藏的岩洞閉關 一個岩的羅薩尼 來親近他 他是一個修行人 照理說不應該跟羅薩尼在一起的 他回去禀告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說可以 觀世音菩薩講可以 當然是善啊 結果修行人 那個神侯修行人 就跟那個羅薩尼就結合了 他生了一個孩子 這個孩子跟生裡面的母侯 又生了四百個孩子 綿綿不息的這樣子生下來 就是現在的西藏人 你說這個是善還是不善 那個神侯換的是邪淫呢 但是如果沒有神侯的邪淫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西藏人 藏人 善還是不善 你們怎麼分 你不知道啊 正常婚姻生出來的孩子 比較愚蠢 我不知科誰家 也不知生理誰家 你邪淫生出來的小孩都特別聰明 善還是不善 善還是不善 好啦 三條啦 第四條 講妄語 妄語不可以的 但是有時候父母親過世 父親安撫那些小小孩 媽媽去買菜 妄語 他媽媽為什麼那麼久沒有回來呢 父親對那個小孩講 你媽媽去買菜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去買菜 要過了幾年以後才會回來 小孩子就相信了 就沒有哭得要媽媽 等孩子大了 他就很終於明白 媽媽早就死了 這是善還是不善 也失散啊 也是善啊 所以有時候啊 那個講一些善言 雖然是假的 但是他講了善言 但是他講了善言 讓人的心靈上 得到的一種安撫的作用 醫生的時候 對於那些病很嚴重要走的人 經常就是講善言 現在 像我在問世 有時候我會跟那個人講 我會夢中跟你指示 其實 不一定 那個是 不好的 也不一定是好的啦 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有時候不能講出口 有時候不能講出口 那就是言語上 也有 我們講起來 在行者來講 什麼都就變成善了 像喝酒 最後一個戒例 最輕的一個戒例喝酒 我說禁掉酒 就禁掉酒了 禁掉酒有什麼來帶 用冰淇淋來帶 我就每天吃冰淇淋 其實很想喝酒 我就吃冰淇淋 冰淇淋比酒還好吃 你喝酒 你喝一點酒 增加你的血液循環是好的 你不是兇酒 又沒有喝醉 你每天喝一點sake 因為 這對你血液循環是好的 喝下去以後 那個COVID-19的菌 都被你殺死了 喝酒殺菌 也是好的 喝酒有什麼不好 是你不能醉 不能過量 不能亂性 也是好事啊 這很多事情喔 真的在 你說在極樂世界 沒有什麼善跟不善 這個佛殺 佛殺菩薩講 善跟不善是二 入不起善不善 你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善不善 那就是入不二法門 剛剛我舉了這麼多的例子 講善跟不善 什麼是佛殺菩薩 佛殺菩薩要解釋一下 佛殺是一個心 star 佛殺心 這個菩薩一出生啊 就跟 他就是佛殺心來轉世的 所以他就是佛殺菩薩 這樣你了解這一段嗎 我講那麼多 你看喔 其實 戰爭 也在因緣果報裡面 很多事情都是在因緣果報裡面 其實是命中注定 其實是命中注定 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 命中早就把你定下來 除了這個好像是說我們學佛改變命運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念那個滅定業真言 滅定業真言 就是把這個定下來的業把它消滅掉 你進入的那個境界裡面 你進入的那個境界裡面 就是不額法門 這是很深的 所以佛教有他本身很深的 很深的思想在裡面 兒孟姊他本身所正道的這個思想 在裡面 師尊也在那個境界裡面 所以可以周偏和煞 周偏和煞 出世跟入世也是一樣的 你不要以為說師尊就是坐在 西雅圖雷仗寺的法座上的這個師尊 到哪裡去都有儒世尊 你修行境界到了 你的眼光是無窮盡的 無窮盡的 不是那麼渺小的 芝麻小事你放在心裡 你是在折磨自己啊 眼光要眼大 像宇宙那麼大 根本沒有什麼事 何必把那些芝麻小事放在心裡 然後慢慢把自己磨得很苦 何必呢 沙佛世界的眾生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混蛋 小鼻子小眼睛 心裡只看到自己 你沒有看到很眼的世界嗎 所以像國家跟國家的戰爭 也是一樣啊 小鼻子小眼睛 哪一個地球什麼時候被人家佔領過 變來變去的 無常 哪一個國家是永恆的 變來變去的 無常 那不懂的才會打戰啊 我要爭這一塊土地 那土地本來是地球的啊 哪裡是你的 這些笨蛋啊 笨蛋小子 看實在是很火 心裡也不能火 像我們這個 入不二法門的人啊 他覺得呢 根本沒什麼 打戰 不對 但是沒有辦法 因嚴果報啊 在裡面啊 業障在裡面啊 這心量大一點 修行人 我們修行人 心量盡量大 包容一切 就是入不二法門了 好 講到十點了 好 講到十點了 好的朋友跟我說 把煙跟酒借了吧 不僅身體能夠健康 還能省下不少錢 但是我覺得啊 多喝一點 多抽一點煙 多喝一點酒 少活幾年 更能夠省錢 好 講到十點了 你 看 你看 這個是入不二法門 對不對 你收 你都抽幾根煙 多喝幾杯酒 少活幾年 不是省了錢更多嗎 你多活幾年 你花的錢才多呢 好嗎 好嗎 好嗎